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节我们就请来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 盧楚仁和他谈谈 今个星期的央行议息结果 Jasper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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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师傅 早晨 先谈美国 联储局加息四分一来 会后鲍威尔也留有一些空间 就是说未来再加不加息 就要看经济数据 但是我想这样问你 你看当前的经济数据 对于未来美国加息周期 因为有大部分人看法 就是今次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你自己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我想未来再加多一次 我相信因为始终 你说没错 之前的CBI下跌至3% 但是这个数字是一个最后数据 当时确实真的下跌了 但是你还顾最近的油价 油价在6月头到现在 已经升了20%很多了 CRB指数升了12% 反映了这一个多两个月 其实普遍这商品价格 就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升浪 所以在我的判断来说 未来即将8月 公布7月的通常数据 我都几乎肯定是会大幅回升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 好像开心得过早 而且你看到美国的经济数据 普遍都强劲的 你看到星期四的GDP 或者是那些新年级值金人数 相当之不错 那一晚的美元 因为数据好 炒回加息 昨晚的PCE下跌了 令美元 加息压力减缓 所以美元就下跌了 所以第一方面 我觉得投资者 要观察每天的经济数据 通胀数据 相反价格 判断每天的美回合 因为现在这一刻 因为有一个不确定 究竟来到9月 原则股价格 他之前的 最上次 会议的点阵图 大家都一次供应 要今年下半年加2月 但是这次鲍威尔 就好像不是很明确了 是不是加2次呢 即是接下来那次 是不是加呢 他就说加回数据 即是不确定 这个不确定之下 即是说 大家真的留一眼 盯着数据 究竟数据的指引是怎样 但是如果你问我 数据当然重要 最重要就是通胀 通胀数据的影响 自然来自商品价格的主要 也都美国的楼价 新资等等 这几方面去看 如果你初步去看的话 基本上 我几有信心 8月份 风暴出来一堆的风筝 会回升 所以导致 大家又会再炒回 随后会加息 除非什么呢 除非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油价 由八十几元 一路又轮回到六十几元 那联储局的 我想都松下去 那就可以 趁眼开就眼闭了 所以如果不是的话 油价依然都站在这些高位 那些农作物 受着天气各方面的影响 都站在那些高位那里 我想通胀下不了的话 大家这一点就要很小心 我自己倾向呢 9月是都会继续加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